他其貌不扬卻拥有翔手千双 做出的丹饼柔韧尖岛有模有样 他看似寻常却具有无限能量 挑战丹饼高手 以一敌时本领超强 敬请收看外发明奔跑吧丹饼 敬请不吝点赞 订阅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新一期的我爱发明 我是主持人陆博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 我们的资深科学顾问彭梦华老师 彭老师欢迎您 彭老师时间过得真快啊 又立春了 我们有一种习俗是每到立春要吃春饼 您吃春饼了吗 吃了我不但吃了春饼 而且我还知道这个春饼怎么做 北京这点是两层的 双层饼 很薄的饼 里边还可以加一些东西 人们到立春的时候都有这么一个习俗 因为到了春天 就是感觉新的一年开始了 对 所以就是吃一些表示新春到来的这样一些的东西 像什么春饼啊春卷啊 那么彭老师请问您有没有听说过 山东维方这种单饼呢 听说过 据说他们的这个饼呢 不但是说是烙得好 而且他在吃的时候呢 也有一些他们的特点 其实这个单饼呢 和这个山东维方一种小吃潮天锅 是密不可分的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发明项目呢 就跟做单饼有关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发明项目呢 我们一起了解和认识一下 山东省维方市 坐落在五国山东半岛的中部 是具世文明的风筝之都 这里不仅是风筝文化的发源地 而且还有着丰富的野食文化 潮天锅便是其中最具特色的一种 潮天锅是用鸡肉鱼肉微汤 以煮猪头猪肠猪肚等下货为主 锅内的美味煮熟捞出 根据个人的喜好挑选熟食 用单饼卷着吃 十分可口 碗内放葱末香菜淋入鲜汤 尤其是在天气寒冷的时候 吃上一卷单饼 喝上一碗热汤 瞬间便可让人温暖全身 据说潮天锅起源于 清朝乾隆年间 为方的民间早逝 当时人们吃不上热饭 便有人在集市上架起大锅 为人们煮菜热饭 饮锅无盖便称为朝天锅 历经两百多年的斗转心仪 昔日的朝天锅味道如何 早已无法考究 但这道美食的做法却被人们保留至今 并融入现代的元素 幻化成今天这道独特的美味 或是坐在店内品味 或是驻足街边小吃 或凡或减 变得是其中包裹的无数美味 不变得是这看似寻常 却包容万千的单饼 然而 看似普通的单饼 制作起来 却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单饼口感筋道 富有韧性 其和面非常讲究 首先 在面粉中加入适量的热水 热水可以将面粉中的面紧烫软 部分淀粉烫熟蓬化 这样便可降低面团的硬度 之后 再加入凉水 保持面团的韧性 经过反复揉压 叠按 最终活成 软硬适中的面团 可是活好面 对于制作单饼来说 才算刚刚开始 奥子是烙制单饼的器具 用铸铁制成 平面圆形 中心略有凸起 用砖织器 在底下烧柴 单饼是为方人一年四季 都必不可少的主食 要想做上 吃的单饼 着实不是个小工程 一赶 一烙 一忙活就是半天 十分费时费力 通常一座单饼 要么全家总动员 要么就是街坊邻居 一起忙活 为什么单饼做起来这么难 带着疑问 急着来到山东围方郊区 一家农户家里 看看制作单饼的背后 有何乾坤 你好大姐 你好 请问你们这个是在做什么 我们是在做我们威风的这个特长烙单饼 烙单饼 那这个是用什么做的 这用小麦粉 小麦粉 这东西怎么吃 包上菜 包上土豆子 有点萝卜条 然后这个萝卜不是 有 包上 小汤 这个就是在里面包上东西是不是吧 就和咱们在弄那个煎饼包葱一样 你这样吃也可以 你想尝尝吗 干吃也可以是吧 你尝一尝 行我尝一尝 这个刚做好了是吧 刚做好的 口感怎么样 这个饼又香又甜 好吃吧 而且吃起来有嚼劲 很软和 好吃吧 好吃 非常好吃 我们这儿 正常吃 您这个是要放什么 放上一点油 一干就做出来是两个 为什么你们这个叫单饼 但是为什么做成双层的呀 放上一点油 干出来以后卵好了 再开两个蛋饼 为了稠一点 实在这样做出来 方便也快一点 哦 就是为了快一点 就是为了方便 中间放一层油 好夹 吃了头还是得尖开来 还是夹开来 还是单重的 还是打饼吃饭 哦 原来如此 做这个饼难不难 难 为什么 我觉得挺简单的 就是一个饼 烙一下 它的很夹大 瓜子是要擀圆 擀薄 越薄越好吃 这个饼要擀得很薄是吧 为什么做大饼 它越薄了越好吃 越大了越好吃 那除了擀这个饼以外 还有什么难处呢 擀好以后 它一定落好 烙好 烙好 烙的不熟也不好吃 这个烙有什么讲究吗 火候一定有远 火远一点 有远 烙出来 这个饼好吃 那您可以教我一下 我来试试烙一个单饼 行吗 你要擀从干开始 先从干开始是吧 这就是一个难 啊行 咱们一步一步来 单饼做起来到底有多难 记者决定 亲自体验一番 这我第一次烙饼 这要撒点这个是吧 它一点面糊 撒点面 撒点面 然后呢 做这个 把它擀就这样大小 擀大了 擀稍大一点 再转过来 再转 干饺子皮一样 干饺子皮一样 擀好的 好 再把这个擀 这个也要擀是吧 这么大 我这是第一次做这个 亲手做的好吃 亲手做的好吃 对 好好好 但我觉得婆婆做的好吃 其实我也不会擀 你也不会擀 哦 为什么 你不愿 哦这样子 接下来呢 放上一点油 把它放在手上 把它弄敏了是吧 这是豆油吧 豆油 豆油香 那还要再擀一擀是吧 再擀吧 好 好 再擀吧 再擀出来就好 挺好的是吧 挺好 比我擀的还好 可这不圆呢 再翻是吧 再翻 这个比我是擀圆 挺好一点 吃泡一点 我出来就好吃 哦 干薄一点好吃 是吧 对 倒得使点净吧 对 使点净 其他什么都没有净有啊 第一次尝试做单饼 记者既兴奋又紧张 虽然有些手忙脚乱 但是在大姐的指导下 还是进步神速 饼也擀的有模有样 掉了呀 不行 不得这样来 要这样就照着进去 可是随着饼越擀越大 记者便有些力不从心了 为什么我做的这个形状 不太好 这把他擀圆一点 因为我都是圆的吧 嗯 还能靠软一点 它就脱着去 我这已经擀得越来越大了啊 我这形状太奇怪了 这就是底头 这样大小行吗 大小差不多了 大小差不多了 厚薄呢 厚薄啊 应该 这这还挺 这边还厚了 是吧 好了嘛 现在把它放上去行吗 可以了是吧 可以了 然后放上去是吧 这个红太大了 来来来 你赶紧举个来 好一点啊 好了 好了 这个形状太奇怪了 这样做出来肯定会 有些手有些糊 应该是 因为看 虽然第一次尝试 做的单饼 形状不太好看 但是记者还是期待 味道能够不错 面不多一点 它有点糊 这个面不 在这上次有点糊 撒那个粉 撒太多了 撒原料以后 干好了以后 就没有糊了 也不渣 那我这后会不会有点糊 也差不多 你看这个颜色变了 就是因为中间有油是吧 不是个菜吗 一般熟的快一点 咱们围方这人的话 主食一般吃什么 这不太冷了 我们都吃这个 不太冷就吃这个 好了 那么难做一点了 那么难做 我们两个难做 我们彼此在屋里 要是三千 我们在外边都可以 彼此里面生活也不方便 方便 那所以说 咱们做这个单饼啊 还是非常难的 很麻烦 很麻烦 最少的两个人 最少的两个人 喝了就鼓起来 哦 快鼓起来 一鼓啊 一般就熟了 哦 它鼓起来 你们就熟了 哦 它鼓起来里面就熟了 我很期待啊 这个 哦 好了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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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是吧 那我请你们吃啊 好 来 拿一下 好烫 切开是吧 切开就是两张 就是两张单饼 嗯 很香 有豆油的香味 特别香 来 我请你们吃 尝尝我做的怎么样 好不好 给我一个评价啊 来 小朋友来 吃一下 让叔叔做怎么样 好吃 好吃啊 好吃啊 香不香啊 好吃啊 朋友我做的怎么样 是好吃 好吃是吧 应该没有什么熟的地方吧 没有 就是形状不好看 还行是吧 来 我试一下啊 吃哪 这个饼非常好吃 这个热气啊 闻起来就有那种特有的 那种豆油的香味 特别香 然后嚼口的话 有那种很有嚼劲 对 很有口感 很好吃 很香 把你比我还好吃 第一次 第一次看的 美女好吃 咱俩很运气 这个药 是啊 这个丹饼 虽然吃起来很香 但是的确做起来很难 很难 还是 还不见 那您希望有一台 就是能够帮您 做这个丹饼的机器 是吧 有一台机器 这是我们的市长 发明人宋滨山 发明项目 自动赶饼机 45岁的宋滨山 是个地地道道的 山东围方本地人 他勤劳淳朴 兢兢业业的 经营着自家的耕地 宋滨山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儿子聪明伶俐 家里虽不算富裕 但一家三口的小日子 过得还是有滋有味 我们围方家家户户都做丹饼 但是做丹饼非常费事 我想发明一台全自动赶饼机 帮助他们更简便地去做丹饼 可是这条发明之路并不顺利 宋滨山 一走就是六年 在别人眼里有点匠心眼的宋滨山 花光了家里多年的积蓄 又和亲朋好友借了不少钱 就是为了做出一台 可以做单饼的机器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多年的前期研究 反复试验 一台自动赶饼机 终于做出来了 隔着这一消息 记者立刻前去 一探究竟 有人吗 你好你好 请问您是宋滨山师傅是吧 是的 我们听说您发明了一个 做单饼的机器是吗 是的 我想看一下 这个就是那个做单饼的机器啊 对的 那您可以跟我简单地介绍一下 这个机器的组成 还有运行过程吗 好的 这个机器操作起来非常简单 把混好的面团放在这儿 面团从这里进去 从这里放进去 经过一个螺旋的挤压 从这个出面筒出来以后 形成一个面筒 再经过两个轨子的杆质 刷相往内 经过它这个杆质 落在疏风带上 那这个是干嘛的呢 这是撒面包的 就是在擀饼的时候 要补充一下面痕 你补的话它就粘了 哦 然后要粘在一起 这里就是形成面饼了 是吧 从这里疏风带走嘛 有的是这个疏风带 在疏风的烙汁的奥子上 这个就有发热 这个就是奥子 对 现在还是有温度的呢 我刚才设了一下 您这个加热是用什么加热的呀 是用电加热的 电加热和普通那个火加热 有什么区别吗 用电加热它比较简单 没有压 调节温度 然后自动控制 要制作一点 我看您这个为什么有三层呢 因为咱这里这个山东单名 就是经过三层烙汁的 普通奥子上 一面三个烙一次 再三个再烙一次 那您就是完全模仿人工烙饼是吧 这是扫手工嘛 它的工艺 传统手工一样 宋师傅 您这个扫帚是干嘛的呀 这是扫面膜的嘛 扫面膜 普通奥子 拿下饼来以后 上次一流一部分面膜 需要扫下来 要不扫下来的话 这个上面糊了 糊了以后饼就不好吃了 您用这个扫就行了是吧 大概手中扫一样 宋斌山发明的自动擀饼机 主要由擀面装置 面补装置 传送装置 烙制装置 四部分组成 将和好的面团放入进面斗 在进面斗内的横向和纵向的螺旋的旋转作用下 面团被挤压成面筒输出 在两个双向向内转动的滚子的挤压作用下 面筒被压成面饼 并沿着传送带输送到奥子上 经过三次烙制完成单饼从赶到烙的整个过程 宋师傅 这个机器您自己有试过吗 我大体试了一下 那您可不可以一会弄点面团 试一下您这个机器 行啊 没问题是吧 没问题 行 好 那我们准备准备 这台其貌不扬的自动擀饼机 做出的单饼味道究竟如何呢 宋斌山信心满满 记者也满心期待 因为没有和面装置 宋斌山需要自己人工来和面 经过一番准备与忙碌 很快面团就和好了 宋师傅 那咱们开始正式的测试吧 来 我们先摘一下面 宋斌山告诉记者 做单饼的时候 面部既要撒得均匀 又要适量 面部少了 面饼就会粘到滚子上 如果多了 到奥子上 又容易糊 这个放进去 它就自动落下来是吧 对 它就以后 它就自动就撒 这个不撒得很均匀 好 你爸爸这个机器 做的饼你吃过吗 吃过 好吃吗 好吃 你一会吃一下好吧 像您这个 做一个饼 大概要多长时间 做一个饼很快 它现在是连续的 连续出 它是连续出 连续不断的 咱们接下来做什么 接下来就需要预热 预热 先上热 生热以后好烙饼吗 这个预热要多长时间 大约一几千钟 要热要多少度 2780度 2780度 您这个心里有素吗 有素 宋斌山不断调整奥子的温度 没过多长时间 奥子上就散发出热气 见奥子已经预热的差不多 宋斌山从面团上 揪下一小块面片 您这个干嘛 我吃一下这个烙饼 试一下吧 试一下烙饼是不是好了 小面片经过第一层 奥子的烙质 顺利的落入第二层 在奥子上 匀速前进 很快 经过三层奥子的烙质 小面片 就烙好了 重新调整了温度 宋斌山将一块面团 放进进面斗 这谁是一女人啊 啊 并调节进面斗里面的螺旋的转速 你往下走了 面团在两个横向旋转的螺旋的作用下 不断向纵向运动 被挤压到出面孔 形成一个面筒输出 面部装置不断震动 面粉均匀地落在两个滚子上 面筒经过两个滚子的挤压 被压成面饼 沿着传送带 不断前进 由于面部装置落下的面粉比较多 为了防止落到奥子上糊了 宋斌山还得人工清扫 回收面饼上多余的面粉 宋斌山发明的这台自动擀饼机做出的单饼 与传统的圆形单饼不同 是一个连续不断的长条 自动擀饼机做出的面饼不是很平整 这样的单饼烙出来 味道又将如何呢 你觉得一会儿这个饼做出来好吃吗 不好吃 不好吃啊 嗯 为什么 太厚 太厚了 嗯 经过上下三层奥斯的烙制 单饼终于做好了 连续不断的从出饼口输出 有褶皱啊 起码能回收起来看看 我们展开看一下好不好 不好看 这个是咱们最前端点是吧 嗯 对 最前端那个 我们修了 我们俩试试一下 手没修告诉叔叔啊 后面这个还好 后面这个还好一点 后面的熟了是吧 后面这个还行 为什么后面的熟 前面没熟啊 后面这个还薄一点 我以前试的时候还行 可是面太熟 你让我试一下后面的 嗯 你看这个 这里熟了是吧 这个好吃一点 来宋平你来试一试 嗯 你看这个 告诉叔叔里面 这个好不好吃 能不能吃 这个好吃的 是吧 嗯 这个可以是吧 嗯 这个薄的还差不多 嗯 以前做的多还行 今天面太少 做的不好 你觉得就是因为面少 所以这个 前面做的不熟 后面的熟的 嗯 有那部分原因 那咱们要不再来一次 好不好 嗯 再试一次 再试一次看看 可以好 自动擀饼机 第一次做出的单饼 不仅薄厚不均 还有一些 叠在了一起 不服输的宋宾山 决定将剩下的面 全都用上 再来测试一次 可是 自动擀饼机的 镜面斗太小 剩下的面团太大 宋师傅 只能用手 把面团拎起来 一点点放进去 很快 面团就形成一个面筒 源源不断的 通过两个滚子 可是不一会儿 宋宾山就发现 压出的面饼 不成形了 出现了断裂 再仔细一看 原来是滚子 被堵住了 这怎么回事啊 这面团哪里去了啊 面团哪里去了 怎么会不出呢 面部装置突然出现了 不下面粉的情况 面饼都粘在了一起 这粘做都没法做了 是吧 怎么回事啊 挺亮白 没有面部 面部不是在这儿的吗 面部它不下了 它在动 但是没有面部 这个滚了它没有 它粘 那看来您这个机器 还是问题还挺多的 您看这个都粘的 以前还没出现这个问题 我在找找什么原因 那您觉得这个机器完善吗 不完善 所以您还是得去改进改进 好不好 好的 多年研发的自动赶柄机 在测试中暴露的问题不少 这让宋宾山始料不及 回想过往几年所付出的心血 又是功亏一篑 他内心无比惆怅 一个人悄悄地 喝起了闷酒 宋宾山坚信 自己的设计思路没错 可是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他百思不得其解 在极度苦恼中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 能帮自己的人 韩美国是宋宾山多年的好友 非常精通机器 这几年一直在海南打拼 得知宋宾山在改进自动赶柄机上 遇到了困难 特意从海南赶回来 和宋宾山一起寻找 解决问题之道 听了宋宾山说明问题情况 韩美国认为 面部装置还是改进 自动赶柄机的关键所在 于是 在两个好友的共同努力下 很快 自动赶柄机就改进好了 苏先生 苏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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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第二代的机器是吗 是的 我一看就不一样 很多地方都做了改进 又是改进了发面部的装置 再一个呢 我把这个温度 可能自动控制 用温控仪控制 温控制就可以变成恒温是吗 对 那这个面部装置 具体做了哪些改进呢 上次是那个来回筛网 发的面部 那时间长了就堵了嘛 堵了以后 面就粘住了 粘住了 现在呢 是用一个刷子 在一个网上刷下去的 就这个是吧 对 加了一个面斗 加了哪个面斗 看看呢 加了后面这个 这个大的 这个也是提供面部是吗 对 补充面部 两个不够用 这样子这个面部 对于咱们这个单饼来说 还挺重要的是吧 对 非常重要 苏先生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发明人 对面斗装置进行了改进啊 就解决了这个面下不去的问题 烧这个饼的时候 它中间要不停地撒面 我们知道这个面粉啊 它本身是带一定水分的 所以通过筛子筛呢 它会出现堵筛子眼的这种情况 我们在这做一个小实验 你可以看一下 像我这个筛子眼已经比较大了 现在我在上边撒上一些沙子 这个沙子撒上 它很难下去 所以你可以采取这样一种办法 就是来回振动的方法 就是这样我们觉得这个沙子呢 下去还是有些困难 那么最后的改进是什么呢 就是在上边加了一个刷 你看这个方式 不断地循环刷它 对 如果我在这儿 要是不断地去刷 是不是这个沙子 它就漏下去了 就容易漏下去了 就是采用这样一种方法 防止了这个面在这儿堵筛 所以下面的效果就非常好 就保证了下边烙饼 这个饼上撒上适当的面 不会沾到一起了 看来这个改进还是非常的巧妙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改进后 所做出来的这个单顶味道是如何的呢 我们继续往下了解 大家可以继续试试试看看吗 好的 来你把它启动看一下 开就行吗 对对对 我得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清理面糊的 为什么还要清理一下 在那个顶上 清理面糊 在面顶上就棒了 清理干净 清理干净 它有回收可以用的 回收还可以用是吧 对对 从哪儿回收啊 这里还可以回收是吧 对 这样子的话就方便多了 对对 那您这个机器现在测试过吗 试了一下 成功了吗 成功了 宋斌你吃了吗 吃了 好吃吗 好吃 那可不可以请我吃一下 行 没有问题 它也没有问题 待会儿就给你听我吃 那我们测试一下好不好 好的 对于改进后的自动感笔机 宋斌山非常有信心 为了以此能够活出足够的面团来进行测试 宋斌山还专门买了台自动活面机来活面 很快 测试所需的面团活好了 苏师傅 咱们这个面团已经做好了是吧 对 面团会好了 这一次还会出现上次的那些状况吗 不会 自己试过了是吧 自己试过还行吗 还行 那我们就正式测试了好吧 好的 就是加温是吧 对 这个要加多久 十几分钟嘛 也要十几分钟 对 也要十几分钟 好的 我们等一下 趁着傲子预热的时间 宋斌山从和好的面团上切下一块 放进浸面斗 改进后的浸面斗开口变大 变成了斗形 一大块面团很轻松就放进去了 可以能成功是吧 啊 可以能成功 改进后的自动擀饼机 面部装置运行状况良好 面粉均匀的落在转动的滚子上 面部都看着往上撒了 对 不一会儿 面筒就通过滚子的压制 形成均匀平整的面饼 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传送袋上 新增加的面部清扫回收装置 将通过的面饼上多余的面粉 迅速扫进 并且回收 这样找到一路就很压近了 对 上面没有糊 而且这个很风整是吧 对 厚薄应该很均匀的 这比较均匀 整个擀饼过程非常流畅 没有出现上一次不落面部 面饼被粘住的情况 通过传送带的输送 平整漂亮的面饼 快速向奥子前进 马上就要进入 烙制的阶段了 要烙制的啊 温度没问题的 为了解决之前烙饼过程中 出现的部分面饼 叠在一起的问题 宋斌山在每一层的奥子两头 夹装了一块图形铁皮 这样当面饼运行到换层的位置 便可顺利的通过 面饼就不会别在一起了 新增加的温控仪 可以分层控制奥子的温度 这样就可以精准的控制 面饼在每层上 烙制的温度 经过三次烙制 担饼马上就要做好了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看这个很好看 颜色好看多了 但不知道吃起来怎么样 热气腾腾的担饼出锅了 改进后的自动担饼机 做出的担饼十分诱人 让人不禁垂涎三尺 宋斌山还为自动担饼机 增加了一个旋转的切刀 方便将烙好的单饼 分成小块 宋师傅 咱们现在已经做好了是吧 上次一开始它是厚 后面是薄的 厚的不好吃 没法吃 没熟是吧 薄的那个好吃 今天还是选取最开始 做好的那段饼 还有最后做好的那段饼 都试试一下 行 这个应该是最开始那一部分 这个是最后面做好的那一批 我们分一下来 试试一下 告诉叔叔好不好吃 怎么样宋平 好不好吃 好吃 熟了吗 熟了 熟了是吧 小朋友好吃吗 好吃 和你们平时吃的单饼一样吗 不一样 不一样 软 这个软 那你觉得哪个更好吃一点 这个 这个好吃是吧 你呢 我觉得这个好吃 做事工 咱们这个机器 那个做出的单饼 大家都已经吃过了 大家都觉得挺好吃的 那这个机器 您觉得怎么样 现在 我觉得就可以了 如果说100分的话 给这个机器打分 能够打多二分 最起码有80分以上了 这么自信啊 对 您觉得做的已经挺好的 是吧 对对 韩师傅 您觉得这个机器 现在怎么样 现在因为这个机器 很好了 您觉得挺好的 是吧 对啊 做的这个饼也很好吃了 如果说这个机器 能够代替人工 能够抵上多少人工呢 您觉得 这个我还没有试过嘛 我们找点人工 比一下赛 看看它能够抵上 多少人工 好不好 那它要 送是不是行吗 没问题 改进后的自动擀饼机 做出的单饼 味道不错 并且速度也很快 这让宋斌山 信心大增 为了看看 自动擀饼机的效率 还邀请了村里 四位能干的单饼高手 彼时彼时 宋师傅 韩师傅 你好 你好 咱那个第二代机器的人力大弹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现在机器已经完全调试好了吗 调试好了 人工队找好了吗 找好了 这个赛品最厉害的 他们做单饼设置特别快 特别快的 我们要跟他比赛一下嘛 你找个厉害的 我跟他比吧 好 对不对 那咱们今天怎么比呢 做一块面 特别的 他们一块 我们一块 他全家干嘛 这团面是吧 谁先把它做完 谁做得好 谁先做完 那我们就搁切一半吧 来了 像这一团面 大概有多少公斤啊 差不多 有五公斤吧 有五公斤啊 先分给两组人工 比赛双方都是信心满满 一场激烈的老单兵比赛 即将大开帷幕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咱们这个学习体开始了 开始了 好 那我们三二一 开始 一声令下 老单兵比赛正式开始了 四位单兵高手 凉凉一组 一人负责赶饼 一人负责烧火烙饼 配合十分默契 宋斌山也不示弱 启动机器 自动赶饼机 开始预热 大姐 您做单兵做了多少年了呀 做了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了 那您做单兵快不快呀 对 这么大面团的话 估计要做多长时间 做多长时间 猜猜猜呢 三个小时 半个小时啊 二小时就做好了 我看了 哦 行 好 加油 加油 单兵高手们动作麻利 手法娴熟 小面团在他们手下 很快就被赶成了 又大又薄的单兵 赶好的单兵 在凹子上 渐渐散发出香味 不一会儿 单兵高手们 就做好了不少 香喷喷的单兵 他们信心十足 一路领先 对今天的比赛 志在必得 自动擀饼机 预热好了 面团被滚子压成 均匀平整的面顶 像一条快乐的小溪 沿着传送带 潺潺的流淌 虽说吸气预热 浪费了一些时间 但是准备工作完成后 自动擀饼机 进展神速 不一会儿 擀好的面顶 就进入了烙制阶段 一下子就迎头赶上了 单兵高手 叔叔 按照现在这种情形 您觉得你们会赢吗 会赢 没问题是吧 没问题 挺顺利的 挺顺利的 吃个面条也不粘 对对对 挪出来也行 我们也比较红粘 对对对 加油 好 加油 大姐 您做这个单兵 觉得累不累啊 不累 您见过这种机器吗 没见过 没见过 你觉得这个机器 你做出来单兵 你觉得好不好吃 没见过 这种软的好吃 哦 大姐 您烙这单兵 难不难 难 为什么呀 因为 盐 炒盐嘛 炒盐 哦 盐炒盐是吧 啊 我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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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好吃 随着比赛的持续 单兵高手的速度 渐渐慢下来 而自动赶炳机 丝毫不知疲倦 依旧保持着 自己的速度 沉稳的前进 看到自动赶炳机的实力 不容小觑 单兵高手们 似乎有些着急 忙着家柴天火 而自动赶炳机 依旧有条不紊 进展顺利 然而 就在宋宾山 以为自己 胜券在握的时候 传送带上的单饼 忽然变得歪歪斜斜 并且出现了断裂 还有一些脏兮兮的面疙瘩 也跟着掉了出来 这个怎么办呀 断了 这什么东西啊 真的能吃吗 这个 这也不能吃 怎么会突然 突然这样的情况 天哪 停停停停 咱还能吃吧 不吃 不做了吧 不行了 瓶子太差了 不用不用做 停了吧 停了吧 脏死了 都糊了 停了停了停了 人瓦的也停了吧 吐鲁奇来的问题 将宋宾山始料不及 面饼在传送带上 接二连三断裂 无法正常出饼 比赛 只能终止了 人瓦的不做了 不做了 不做了 这个是咱们机器烙烙饼啊 放这 这是人工内烙的饼 大姐 您给我们评判一下 他做这个单饼怎么样 这个不与我们做的好 为什么呀 没在糊 这个还糊啊 这个糊了 这面糊了 这面没糊 我看着这面没糊 你看着那边糊了 我再找找其他有没有好的 这个也糊了 这个行吗 也不行啊 大姐要不咱们吃一下行吗 怎么样啊 不是很熟 不熟是吧 有点糊 还不熟 有点糊 还不熟 太厚了 太厚了 那所以说咱们这比赛肯定输了它 对 宋师傅 现在比较出现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 咱们测试的时候是好的 但是这个比赛的时候怎么会出现那种问题啊 您不是全调试好了吗 有点 不稳定 还得凸擦这机器 再改进一下 本以为改进了很完美的自动干饼机 再度经历了失败 宋宾山非常失落 机器我的朋友们帮助了很多 这又失败了 但这样 很对不起他们 觉得很对不起是吧 对 宋师傅 咱们这个机器啊 虽然失败了 但我觉得您还得再去想想办法 对 我尽量想办法 既然朋友都已经帮您那么多了 咱们赶快去想想办法 做出来才能对得起他们 是吧 宋宾山与韩美国经过认真分析 认为自动擀饼机做的饼太厚 是导致机器故障的真正原因 原来因为做出的单饼太厚 缺乏柔韧性 闹制的时候 在层与层之间转弯的时候 容易发生断裂 进而使单饼走歪 加热不均匀 可是如何才能让机器 把饼擀锚呢 宋宾山想到了 一位做饼非常厉害的朋友 于师傅 打算让他指导一二 经过反复讨论 全策群力 三个好朋友在一起 还真把自动擀饼机 给改进好了 宋师傅 咱们这个第三代机器 现在已经做好了是吧 是啊 您可不可以跟我说一下 做了哪些改进 主要是加了一个擀饼的装置 如果横擀重擀 后脖就能调整了 哪个是横擀 这个是横擀 这两个都是素擀 这两个都是重擀 后脖 现在您调到我们需要的厚度 就是模拟人工的是吧 对模拟人工的 还有就是大的一个保卫的装置 就温度和调节 这省能源 这屋里的环境也好 冰度也很热 王老师我们看到这个改进后的自动擀饼机 是能够把单顶做到薄厚很均匀 而且是越来越薄了 这是如何实现的呢 这个擀饼机里边 首先有两个滚子 它把面从滚子中间压出来 在这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转动滚子 就使这个面压出来了 放到这个传送带上再去传走 就通过这个两个滚子这么直接压的话 那我们看这个压出的面是比较厚的 那么它后边所加的装置呢 就是这样的装置 再加上滚子 如果说它出来在传送带上走的过程当中 我这个滚子不断的这样去压 你看会产生什么效果 薄了 它在机器上呢 还装上了很多轮子 这个轮子的作用也是滚子 是这样去压这个面 我们看要这样去压 这样去压 不断的这样去压 不断的这样去压 是不是使这个饼会变得更薄 而且薄厚的均匀 再这样去压 两个方向去压 反复的去压 最后的这个饼的宽度呢 跟那个传送带的宽度是一样的 饼呢也薄了 做出了饼了 肯定味道要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改进后 所做出来的这个单饼味道是如何的呢 我们继续往下了解 在第二代比赛中出现的问题 基本上都可以解决了是吧 这已经完美的解决了 这个非常棒 非常棒 一点问题也没有 那我们接下来就直接测试一下 好 给我看一下 好的 机器启动了 面筒通过两个滚子的第一道压制 形成一条较宽的面饼 新增加的杆饼装置威力十足 当面饼经过时 一个个横向纵向的小轮 就像一个个小杆面杖 同时工作 变大了 变大了 变薄了 变薄了是吧 对 面饼逐渐被擀得又宽又薄 效果十分明显 马上就要进入烙制阶段了 薄薄的面饼像一道瀑布 轻切到奥子上 对 这人薄饼了 这么薄会不会糊呢 不会糊 不会糊啊 那都设定好了 都设定好了 对 经过三层奥子的烙制 很快香气扑鼻的单饼 就新鲜出炉了 自动干饼机做饼神速 不一会儿 一块块热气腾腾 又薄又香的单饼就做好了 这次看上去就十分诱人的单饼 味道又将如何呢 太烫了 太热了 好 好 我们先吃一下 好 怎么样 好吃 好不好好吃 好吃 和上一次做的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比那个薄 薄 薄好吃是吗 嗯 说什么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 嗯 肯定是很好 这次做的是不是特别好 是吧 我觉得这个单饼特别好吃 已经成功了 是吧 已经成功了 这次能达到二分 这份一百分 一百分啊 既然我们上一次比赛输了 是和两组人比的 四个人 这次的话我们能不能再比一次 我们八个八组人我们也不怕 八组人也不怕 十二个人 我们一定能赢 十六个人也能赢 八组人 十六个人 第二天一早 宋斌山和朋友们找来了插车 准备将自动赶柄机运往今天的比赛场地 对于今天的比赛 已经输过一次的宋斌山 不敢掉以轻心 小心翼翼的 挨着机器 自动赶柄机的重量不轻 但是可以分解成三部分 一下子就灵活轻变了许多 在大家的齐心合力下 很快 装车完毕 自动赶柄机 向一位志在必得的将军 熊啾啾 气昂昂胆 奔赴比赛场地 到达比赛场地 宋斌山立刻着手组装机器 连接电源 十六位单柄高手组成的人工队 如约来到比赛场地 随着人工队的到来 比赛场地立刻热闹起来 被砖头 织袄子 板桌子 运柴火 众人石柴火焰高 不一会儿 人工队的八组队员 就已准备就绪 严阵以待 不少街坊邻居 听说宋斌山发明了一台 能做单柄的机器 并且还要挑战十六个人 都好奇地前来观战 宋斌山还专门请来当地一位 擅长做单柄 对机械也颇有研究的刘石部 作为比赛的裁判 今天呢 我们在这里进行一场 第三代赶柄机的 最终的一个人机大战 今天呢 八组人工队和机器队 不仅仅要比一下 做饼的质量 还有数量 而且做完以后 还得请现场的观众试诗 而且试诗还不仅仅是 单独吃饼 也还要做成朝天锅吃 那么你们三个 做一下今天的比赛的预判 那我们肯定赢 我们肯定赢 这么有信心吗 那肯定赢 没有问题 大姐 您做饼做了多少年了 做了十两年 家里面人吃的饼 都是您做的吗 都是我做的 十来口人都是您做的 十来口人都是您做的 那您做饼是不是特别好吃 好吃 它是您的什么 它是朋友 朋友是吧 我们两个人是一块做 一块做 那你们做饼肯定 特别有默契是吧 速度肯定会赢 对 速度奇快 速度奇快 婆婆您今年多大了呀 六十了 六十啊 您做这个单饼 做了多少年了呀 大四十年了 三四十年了 那您做单饼肯定特别好吃 是好吃 很好吃 你觉得这个 你做的饼和他们机器做的饼 谁会好吃一点 多多的饼好吃 您做的饼好吃 双方都已经对比赛做出预判了 咱们比赛可以开始了吗 现在我先步 三二一 开始 一声令下 一场声势浩大的烙单饼比赛 正式开始了 一方经验丰富 一方战路头九 今天的比赛究竟花落谁家 还得比试之后才能见分晓 首先 比赛双方都要和面 估算出一个小时 能做出多少单饼 面团和多了 浪费时间 如果少了 光从数量上 也赢不了比赛 宋师傅 他们和的话很快 你都要多久啊 我这十几分钟行 十几分钟是吧 对 尽快点啊 快点 五分钟之后 人工队的八组队员 都已经和好了各自所需要的面团 而宋斌山 虽然使用了和面机 但是机器和面时间较长 面团还没和好 接下来 人工队的人数优势 更加明显了 八组队员 齐头并进 每组 一人负责赶饼 一人烧火烙饼 分工合作 配合默契 很快 人工队基本上都已经进入了 赶饼烙饼阶段 每组一次 就能做出两张饼 进展神速 人工队的女将们 各个经验丰富 做单饼对于他们来说 手到勤来 人工队已经遥遥领先 所有的 那已经做到什么步骤了 我们马上就起吧 马上就开始了 现在已经15分钟过去了 他们都已经开始做饼了 你们还没有准备做呢 还没做 温度现在才50几度 几分钟就升起来了 看到机器已经远远的 落在了后面 围观的群众也为宋斌山捏一把汗 机器终于预热好了 开始做饼 你们才开始烙呢 能赢吗现在 真的没有怀疑 没问题 这个觉得赢的 我们老看你们那 你们挂了一个油瓶啊 看到那个瓶 我看到盖的双层的嘛 我们也盖双层的 怎么弄啊 加冬年次了以后就是双层的 你们见过这种机器吗 没见过 没见过 神不神奇啊 你们觉得这种机器 能成功烙制出单饼吗 能啊 能啊 因为我想不想试一试 这个机器烙制的单饼 你们觉得会好吃吗 这一菜才知道吗 这一菜才知道 自动擀饼机一旦开始做饼 便可以源源不断的出饼 很快 擀好的面饼经过烙制 香喷喷的单饼 就热气腾腾的出锅了 看到自动擀饼机 运情状况良好 送冰山喜笑颜开 我觉得比赛的话 现在谁会赢啊 肯定是我们会赢啊 应该你们会赢啊 对 说是不得 我们赢 韩世不得 那里我们赢 那里你们赢啊 没问题 行行行 加油啊 虽然起步 但是自动擀饼机 出饼速度很快 不一会儿就超过了人工队 看到自动擀饼机的实力不容小觑 人工队奋力直追 干得更加卖力了 八个奥斯同时烧火 比赛场地充满了柴火的烟味和浓浓的饼香 大姐您怎么做反了呀 太跳了 太跳了 那马上就要结束了 到底是哪一方能成为今天的大赢家呢 一停 咱们先车人工队的重量 人工队把你们做好的饼 全部到我这来集中 刘师傅 那您看一下这么多饼 大概有多少 共是41.2 这是20.6公斤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机械队的 苏师傅 你们觉得谁会多一点 肯定我们多 这么多呢 这个很明显啊 应该啊 我看一下机械队52.8 机械 26.4公斤 机械队一共比人工队多了5.8千克 机械队是获得了完胜 接下来的话试试一下 好哪些人想试试 想试试 想试试的人在我面前排队 快 快排成一列 排成一列 咱们左手拿人工队的 右手拿机械队的 试完以后告诉我评价 好不好 好的 来开始 不要抢不要抢 一个一个来 您这为什么要抢啊 他这个糊涂拉地 哈哈哈哈哈哈 糊的是吧 糊的 糊的可以 机械队就不用挑吧 这次都不用挑 挺软火的 然后这次干人们好吃 机械队好吃是吧 哪里好吃 包 干的包 包 哎 哦 哎 你们都已经包起潮天锅吃了 哎呀 还行 包了才好吃是吧 那出来以后告诉我评价 好不好 怎么样 好不好吃 好吃 哪个好吃 左手的还右手的好吃 举起来 右手的好吃 左手的好吃 右手的好吃 右手的好吃啊 对 机械队的好吃 哦 你们 非常好吃 觉得机械队好吃的人 把右手举起来呢 这么多啊 你们为什么觉得 机械队做的好吃 滑瓜 都装好 这阶段的呢 没有任用 不是这个机械队的好吃 等会对选手呢 你们觉得哪个好吃 这一股赶紧好吃 最多 有劲道是吧 哎 在场的人们 都高兴地吃着单饼 对于今天比赛的输赢 其实大家 并不真正在意 自动擀饼机 可以让大家 轻松地吃上 美味的单饼 这着实 是个好消息 今天的老单饼比赛 与其说是一场比试 还不如说 更像是一场 乡亲们的 玩具盛宴 这台历十六年 才研制出来的 自动擀饼机 宋斌山把他看得 跟儿子一样宝贝 对他而言 今天的比赛 是一次向大家 展示自己发明的机会 更是他给 所有帮助过自己的朋友的 一个交代 刘师傅 既然这样子的话 结果就已经很明了了 对 那么我宣布 今天的比赛 七七队 做得完胜 好 开心吗 宋师傅 激动了 太激动了 宋师傅 真的不容易 宋师傅 现在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太高兴 有这么多朋友的帮助 感谢他们 终于获得大家认可了 是吧 对 好 坐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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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斌山发明的 自动擀饼机 主要由面部装置 擀饼装置 传送装置 闹制装置 四部分组成 面团在面斗内的 螺旋洗压作用下 形成面筒输出 经过两个双向 向内转动的滚子 压成面饼 再经过横擀 纵擀 两次擀制 被擀成薄厚适中的面饼 并沿着传送带 输送到奥子上 经过三次烙制 完成单饼 从擀到烙的整个过程 自动擀饼机 模拟人工擀制 单饼的方式 利用温控仪 控制烙制温度 操作简便 生产效率高 做出的单饼 味道纯正 柔韧筋道 十分可口 这台擀饼机 它把这个擀制和烙制 一体化完成 擀制的效果是比较均匀 烙的火候也非常好 口感也很好 整个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生产率也很高 如果再增加一个 自动的角面的机器 这样的话 形成一个完整的 自动化生产 更进一步的提高生产率 另外就是食品的机械 全程最好能够进行密封 还有采用食品级别的材料 这样能够更好地 满足这种卫生条件的要求 好的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这一期 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的 您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 可以和我们的栏目 进行联系 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在这里再次感谢 我们的资深科学顾问 彭梦华老师 光丽衍博士 进行精彩的点评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 您收看这一期的 我爱发明 下期同样时间 我们再见 餐餐宅菜做饭 处于垃圾一袋又一袋 油腻腻脏兮兮 下楼扔掉很麻烦 不扔更糟糕 您想过倒垃圾不用出门吗 您想过让它消失于无形吗 以太邦引轻松处理 处于垃圾的机器 它到底有何绝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